一開花 樹林山江市區舉辦共餐 長輩們一起圍桌吃飯 他們說八菜一湯超澎湃的 而且還有樹林代表性的特產 紅麴飯 越吃越好吃 這個米飯吃起來很好 口感比起一項白米飯好多了 新車椒 有苦瓜有雞肉 有煎菜煲 還有豬腳 豬肝 社區自民國101年開始舉辦共餐 一個月有兩次 原本以自助餐的方式 後來改以半桌方式 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這就是三個月都用自助餐 吃這裡有的菜有的有中有的不夠 這樣子我覺得說這樣子不好 我們就用半桌的風險 還有八菜一湯一水果 這就是我們社區 為100坑一年開始辦 共餐的經費是由社區及附近的中山里 一起負擔 而參與共餐的樹林區長 陳其正就感謝中山里的里長 簡言輝以資源回收的經費 在這一次的共餐中捐贈了三萬元 給社區進行下半年度的活動 也特別感謝我們這個中山里 我們簡言輝的里長 他特別還利用這個我們資源回收站的 支收的一個金額 來贊助這個三萬塊的一個獎金 讓我們這些長輩們能夠加菜 而立法委員蘇巧惠也到場與長輩們 話家常 他就說豐富的菜色有媽媽的味道 加上濃濃的人情味會讓人胃口大開喔 菜的部分也是非常在地媽媽的感覺 所以很下半 歡迎大家常常來我們樹林走走看看 另外前立法委員黃志雄也到場問候長輩 並坐下來與他們共餐 他就希望這樣的活動 可以為長者們帶來更多的收穫 就讓老人家能夠多出來 在多出來之後他應該要帶點東西回去 可以學點東西回去 可以參與些什麼東西 讓他自己的人生更加的豐富 社區其實在共餐前都會安排一些活動 讓長輩學習休閒 就像是這一場 就由中家家和新時波有線電視 帶來了健康同樂會 邀請長輩們玩遊戲 還有意見整理髮型 甚至有按摩紓壓 企業到底來 陪伴長輩們社區快樂生活 中家新聞 張宇勳盧秀娟 新北市樹林區常常報導